要這樣嗎 哈囉 大家好 我們是 AQUA 袁少年 我是AQUA的旅餅日共玩 我是AQUA的逸陽 我是AQUA的風鳴 我是AQUA的瑜伽 我是AQUA的 WorldTrip 我第一次這麼緊張的 因為MV超緊張的 對 我很怕拍不好然後出來 就不好看 然後又有點期望很高 對自己的期望很高 對我們團 就因為是第一個作品 然後就很希望可以 拿出我們全部的實力給大家看 要這樣嗎 來看一下左手邊 AQUA 袁少年 一向前掌對邊 為什麼今天感覺乖乖 為什麼 是很感動還是跟男生都吵架 這個不要唱成績 不要接喔 很感動 對嗎 因為今天 好玩假來的 不是 我今天就是要走一個感動波 其實很多感觸喔 因為其實我有一個兒子 就是17歲 然後 須須來報名的時候是14歲 所以突然間就發現 哇 他怎麼 就長大了 然後 然後 尤其我們在做剛開始設定他們的時候 就是想設定一個 非常 年輕的 純真的 然後 因為那時候他們真的都才 最小的才14歲 對 然後比現在矮幾公分 比現在矮12公分 整個大長高後 所以我好像看我自己的小孩 就長大了 易陽呢 就跟節目上的表現一樣 就是 一直很帥 然後有一次我看到他 我會想說 這個很帥的人 我怎麼不來原始少年 然後我說 欸他就是原始少年 好強喔 心裡很多感觸啦 就像自己的小孩 到這個舞台 我會像 他們的家長一樣驕傲 然後詹哥很想跟你們交換 因為我每天都睡不著 如果可以的話 我好想看到床 我可以打開睡 所以我應該來參加一下 我每天都十年 詹哥你也出一首單曲 拍個MV好了 然後就比較好睡 你們五個昨天有睡好嗎 還行 還行 平常也要上班啊 工作什麼的 所以我自己的時間其實 就是可能有時候 工作連續好幾天啊 然後可能放假一天 就會想要在家休息一下 所以我媽說 要我回家的時候 我就說好累 不要好不好這樣 待在家 讓我廢一下這樣 但是我們還是 每天晚上都會打電話 就是稍微聊天一下 聊最近發生什麼事這樣 然後就會關心一下 我的生活 所以沒有想 媽媽想要哭這種嗎 可能原子的時候有吧 壓力比較大的時候 對 那時候比賽 壓力真的頗大 媽媽知道 你去去之前是不是 要去外國讀書 對 就是 因為我讀的是國際學校 所以我會申請美國的大學 這是我的規劃 那 就是我還是要把 AQUA先做好 然後 等到我畢業的時候 我再來出國這樣子 所以現在是暫時 沒有要繼續 還出大學的時候 沒有要要要 都是大學 是 在規劃當中 希望可以進好一點大學 所以才要拚功課這樣 也要幫你 大學 好 好 好 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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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